综合英国天空新闻网 美国纽约邮报等媒体报道 以色列总统爱萨克·赫尔佐格周日 在接受天空新闻网采访时称 此前潜入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的 部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人员 随身携带关于如何制造化学武器的说明 他还向天空新闻网展示了一份 带有相关图文的文件 消息爆出后 美国纽约邮报等媒体也转载了这一报道 但在纽约邮报官方X账号下方 一些网友杀出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手拿一款洗衣粉指控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片 以对上述消息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天空新闻网称 被以色列方面认为与制造化武有关的说明文件 来自一名在以色列南部 贝埃里·基布兹被打死的哈马斯武装人员身上 纽约邮报报道还提到 以方发现的这些文件保存在死者随身携带的U盘中 天空新闻网称 这些说明文件的来源是一份2003年版的基地组织手册 其中包含制造含氢化物化学武器所需原材料等内容 这是来自基地组织的材料 我们正在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哈马斯打交道 报道援引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的话称 我们看到有关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制造一种含氢化物 非专业化学武器的说明 情况太令人震惊了 不过天空新闻也表示 他们无法独立核实赫尔佐格的说法 也无法证明哈马斯与极端组织基地存在联系 报道同时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哈马斯武装人员携带了制造化物的原材料 截止目前哈马斯方面还未就此作出回应 美国纽约邮报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但在纽约邮报发布于社交平台X这则消息下方 有网友直接删除2003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首拿洗衣粉 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救赵 还有网友表示 他们只是在重演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剧本 而在以色列指责哈马斯方面携带化学武器说明之前 国际社会对于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区 是否会因此出现严重的平民伤亡而担忧不已 据塔斯社11日报道 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使用零弹河接收弹药 声明称 外交部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以色列战争机器使用 包括零弹河接收弹药在内的国际违禁武器对加沙地带人民犯下的罪行 巴勒斯坦外交部还抨击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 并强调这种行为每天都在以最丑陋的形式表现他自己 英国路透社13日海报道称 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已军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白铃弹 这会使当地平民长期面临风险 报道称 人权观察组织核实了10月10日和11日 分别在黎巴嫩和加沙拍摄的多段视频 视频显示在加沙港口和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两个农村地区 多次遭到155毫米白铃炮弹袭击 同时电话采访的现场人员也报告说 闻到浓郁的大酸味道 这是白铃弹的典型特征 不过对于上述报道 以色列方面均予以否认